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维持在每公升两令级02线、一令级72线及一令级87线 来关注承认同考事宜 首相慕尤丁声称 政府和华社可依据国家政策和国情的基础 通过在磋商研究的理性多盈方式 为承认读中同考问题寻求最终共识 首相是昨午在国会大厦首相办公厅会议室 接见了由华总会长吴天权率领的华总领导臣 就国家和华社各领域议题交流时 就后者在会议上反映华社多年来 要求政府承认同考文凭的课题做出上述的回应 他形容 政府愿意和包括华总及董教总在内的华社组织及相关单位 继续商讨有关华社要求政府承认同考的课题 为前提是 大家也需了解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和国情 他希望承认同考的课题上 也能通过去极端化的理性方式处理 如果可以 他也希望政府最终能承认同考文凭 换个焦点 近期华小拨款课题持续延烧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 今日就邀请了15个华团包括董总教总等 出席由教育部举行的汇报会 并展示教育部文件 以清楚交代5000万半斤华小拨款的课题的来龙去脉 他指出 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3亿令吉的国民学校维修拨款 受惠单位只有国小 国中及宗教国中 并不包括全金华小 他表示 截至今年2月14日 已发给国民学校的2亿8300万令吉当中 受惠的学校是国小 国中及宗教国中 并没有教育部前副部长张念群 所说的5000万令吉 华小拨款 至于华小组别的5000万令吉特别拨款 他说 教育部已在1月和2月把4200万令吉款项发给各州教育局 直到3月初发放的款项为4378万令吉 马汉顶说他在上任后曾在3月17日召开内部会议商议半金华小拨款事宜时被告知新的发放机制 同时也被告知5000万令吉的华小特别拨款只剩622万令吉 他当时就下令这个余额必须保留给半金华小 他还说 教育部也同意纠正前朝政府以工程方式发放模式 恢复直接发放给华小董事部的做法 我们先看一则资讯 资讯过后我们再关注封面故事 日前一名妇女因直播筹款被网民标签为骗子及老千 结果成为上千网民公讨的对象 网络恶性留言铺天盖地 他今早哭着跪在地上求饶求网民放过他 这名患有忧郁症的妇女陈诗意 不堪网络霸凌一度带两名儿女跳海资金 幸获得好心民众及时相救 才成功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在经过多次协商后 妇女最终也接纳好心人的意见 接受媒体的采访 以理清整件事情的发生过程 他澄清因为疫情期间他找不到工作 当时自己会透过网络直播 是因为真的想筹钱买药 他们并非吸毒者或是骗子 对于很多人指他住在双城独立式洋房 他也澄清自己只是每个月租里面的一个单位 每个月的租金为500令吉 甚至网民指自己身上佩戴金项链 那也只是一条黄线和佛牌 对于这名妇女的处境 深州行政议员成立群希望网民停止网络霸凌的举动 目前深州福利局也会协助对方申请原租金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 我们下回见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不要这么激动 来冷静一点 我受不了 你冷静一点 来 我 冷静一点 我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我跟你们叩头 我跟你们叩头 叩头 你们讲我演戏也好什么都好 我没有戏读 我没有利用孩子 他们是来帮你的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来 让他们让我们平静过 让我们平静过可以吗 请不要再来了什么都好什么 就放过我们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一开始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真的没有恶意的 明白明白明白 OK 真的没有恶意 可是不要去伤害小朋友啊 真的 他一开播他也没有恶意 他就是想保护妈妈 他是想保护妈妈 而我这个妈妈 我是很无能的妈妈 没有我是很无能 如果我真的是可以 我有这个能力 我还准备不需要受到这样 网络上的霸凌还是什么东西 我承认我是无能 我很没有用 我被骗 上当 通通都有 我还杀伐 我还有一个期待 我承认的 这个 我真的是承认 我就是在此 我都很开心 我会去